大陆H7N9禽流感个案持续增加 多位香港立法会议员 质疑大陆向香港通报疫情的机制不可靠 令港人错判形势 重演03年SARS疫情爆发时的严重失误 港府并且首次公布九宗疑似个案 遭到议员批评 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 星期一就H7N9疫情召开特别会议 郭佳琪议员质疑大陆向香港通报疫情的机制不可靠 但是每一次个个案来 我们看到都是一些网上的报道 然后国家卫生局才去确认 这一点也都会令到很多 起码香港的市民是很担心通报的机制 多位议员担忧历史重演 其实他自己的透明度对全国的人民很紧要 我们香港这里我们都要准确掌握资料 3月4号的人不在 3月31号才说出来 是不是隔了很久呢 是不是令人很忧心呢 事务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则在会上首次爆出香港实际有酒中怀疑个案 部分人曾经到上海等地 其后通过快速测试确定不是H7N9感染个案 郭佳琪批评当局处理手法异常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道 也不能在家里面 他们也不能在家里发大只要 在家里发生了很多人 这样子的感染